中方有句古话 德不孤必有名 近百个国家再次在人权理事会发出正义的声音 少数西方国家借涉家 涉感 涉藏等问题 攻击抹黑中国的图谋再次破产 这充分说明借人权问题大搞政治操弄 干涉别国内政 不得人心 也绝不会得逞 少数西方国家气急败坏的重复谎言 谣言 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政治图谋和险恶用心 无论他们如何表演 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发展进步的坚定步伐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已 中国有句成员叫贼海多贼 事实证明真正末世和践踏人权的 恰恰是这些少数西方国家 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失而不见 装聋作用 却对别国指手画脚 热衷于充当教师爷 他们频频发动侵略战争 让近百万人死于战火 数千万人流离尸死 成为世界人权悲剧的最大制造者 我们奉劝这些西方国家 收起你们的虚伪 傲慢和偏见 停止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 干涉别国内政 遏制别国发展 你们骑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头上 遗旨气使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特朴一下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